近日,一段全红蝉被领导接见,一个人坐在偌大的椅子上全程不知所措的视频,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围观和热议,全宝心里在嘀咕,我就一个跳水的让我来干啥? 网友调侃,看把我蝉宝给紧张的,估计参加奥运会都没这紧张,领导要不咱们去旋转木马上开会? 既然请他来了,怎么也得让他开心一点啊,别说是他一孩子了,就算是我这个老油条坐在那里也不知所措。 这届网友是懂得评论的,风趣又幽默,也可以看得出来观众对全红蝉的爱。 蝉宝,要不我坐着指导你跳一个,平时大家看我跳得多了,看您跳肯定能上热搜别说屈长了,估计很多人连广东省省长都不知道呢。 我也不知道,但在这里比出名没用嘞。 领导的接见,代表着对跳水跟体育的重视,也是对全红蝉的肯定,下面的官员也会懂得怎么去做。 手下人都是看着领导做事的。 蝉宝心想,都说跳水拿个冠军难,我看开这个会比拿金牌还难呢。 跳水我还能平静地压个水花,开会我的心蹦蹦蹦地跳,水花可大的不得了。 虽然已经拿了两次奥运金牌了,可也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呢,跳好他的跳水就好了,要求那么多干嘛,慢慢长大就好了。 提及全红蝉,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个瘦小却坚定的身影,在清澈的水池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随即见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水花。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全世界都在屏息以待,直到他稳稳落地,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一跳,不仅跳出了中国跳水的新高度,更跳进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田,成为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全红蝉,一个来自广东湛江偏远小山村的普通女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优越的条件,却凭级对跳水的无限热爱和不懈努力,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她的故事,是对天道酬勤最生动的诠释,也是对每一个追梦人的鼓舞和激励。 当全红蝉被领导接见的消息转来,人们纷纷投以羡慕的目光,而你却因同辈邀请参加会议而感到一丝不解和忐忑。 作为跳水界的明星,你或许习惯了水面的起伏和空中的翻腾,但面对这样的政治场合,难免会感到一丝陌生和不适。 然而,正是这份不适为你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你有机会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去体验和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和经验。 这次会议或许会成为你职业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你可以借此机会与各行各业的精英交流思想,碰撞令感,甚至学习到一些跨界宣传的绝招。 记住,每一次的尝试和挑战,都是对自我边界的拓宽,是对自我潜能的挖掘。 你的才华和努力,定能在新的舞台上继续闪耀。 回望全红缠的冠军之路,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和汗水。 他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母为了生计奔波劳碌,但他从未抱怨过命运的不公。 相反,他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坚持,一步步走上了跳水这条道路。 在训练场上,他东练三九,下练三浮,无论严寒酷暑,都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正是这份对跳水的热爱和执着,让他在赛场上一次次突破自我,最终站在了世界之巅。 全红缠的故事告诉我们,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需要我们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挑战。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逆境中不断成长,在挫折中不断前行,最终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在全红缠的身上,除了卓越的跳水天赋和不懈的努力之外,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纯真和谦逊。 在赛场上,他是那个让水花都害羞的跳水女王,但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个害羞内向的小姑娘。 面对领导的夸奖和媒体的关注,他总是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甚至会用挠头的小动作来缓解尴尬。 这种纯真和谦逊,让他更加接地气,更加亲民,也更容易赢得人们的喜爱和尊重。 在这个物欲横流,名利至上的时代,全红缠的纯真和谦逊如同一股清流,洗涤着人们的心灵。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保持一颗纯真谦逊的心,都是最重要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才能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一份清醒和从容。 全红缠不仅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也引发了网友们对于教育、成长、成功等话题的深刻思考。 有网友留言说,当你足够优秀时,身边人都是好人。 这句话虽然有些绝对话,但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只有不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 才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也有网友担心全红缠过早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会影响他的成长和学习。 这种担忧并非多余,但我们也应该相信,全红缠和他的团队有能力处理好这些问题。 毕竟,他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智慧。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会继续保持初心、努力奋斗,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东京奥运会的舞台上,全红缠展现出了非凡的风采。 他不仅取得了满分的成绩,更让全国观众深感震撼和喜悦。 作为中国跳水团中年纪最小的一员,他在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上的表现极为震撼。 评级他那一套无懈可击的跳水技巧,成功赢得了金牌。 那次跃动不仅仅是他在比赛中展现了耀眼的风采,同时也在广大人民的心里拨下了璀璨的一颗明星。 金牌的接连出现使得全红缠迅速受到了全民的喜爱。 在这片网络之中,粉丝们热烈地送上了祝福。 同时媒体也纷纷感到,争先恐后地报道着他的生活和经历。 他不只是在跳水台比赛中被誉为金色的收获机器,同时也是网络上众多观众心中的淡定节。 他在竞技场上那份冷静与沉着,以及队营的决心之间定不移,都赋予了他如此的淡定。 尽管是在奥运会外部,全红缠依旧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可爱形象。 二、在与领导的面对面交流中,他的表情从被视为淡定节迅速变得害羞喵。 为了赢得荣誉,当然需要领导的亲自面见。 在一个重要的聚会上,全红缠意外地被众多大咖们围绕在一起,从赛场的那个淡定节一下子被称为害羞喵。 那位曾经在比赛中表现出坚定信念的年轻女子,此刻其目光四下犹疑,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和困惑。 面临上级的身后住院时,全红缠的反应简直忍不住想象。 他低头轻轻地挠了挠头,就像有个打算将自己隐匿。 那手摩擦着一脚,与那张略显尴尬笑容的小脸上形成了一种声音,仿佛在表达, 我真的没有为这种状况做好预备。 这种场景令人忍不住轻轻一笑,对这个年轻的女孩也有着更为深厚的喜爱。 三,红缠所展现出的真挚与可爱,那种与临他的小妹妹的深沉和吸引力。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当众多人达到成功后,他们的自信心常常会被激发得满满的,甚至感到些许的自豪。 尽管受到热烈的掌声和鲜花的喜爱,全红缠仍旧坚守他的纯真和简朴之情。 这种品质,在荣誉的海洋中依旧保持其初衷,无疑是值得被真正珍视的。 他所展现的这种一面,正是他迅速在全国民众心目中,被尊称为小红花的核心理由。 这样的纯真态度和毫无顾虑的害羞,不但未能减弱他在我们心灵中的光辉, 反而使他更显得意义生辉。 全红缠的传说向我们揭示,真正的强大不仅仅是体现在赛场之上, 更重要的是,在面对荣誉的时候,仍能坚守一颗不受污染的心。 全红缠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小女孩,即使面对荣誉,仍保持着纯真。 她的成就不止来自她在跳水上的出色表现,更多的是因为她的真挚与迷人之心。 2024年巴黎奥运会,全红缠再次为国争光,斩获金牌。 可谁能想到,当这位17岁的奥运冠军踏上祖国的土地时, 等待她的不仅是鲜花和掌声,还有一张略显疲惫的黑脸。 机场里,粉丝们蜂拥而上,有人将手机对到全红缠脸上, 有人想送花却被玩具。 原本笑叶如花的小姑娘,脸上渐渐浮现出不耐烦的神色, 甚至叹气说了深哀。 这一幕,不禁让人心生疑问,这就是奥运冠军的真实处境吗? 回顾全红缠的成长历程,我们不难理解她为何会有如此反应。 生于广东农村的她,从小就过着清贫的生活。 父亲靠着经营果园的微薄收入养活一家人, 母亲则是一名普通的帮储。 在那个年代,全红缠最大的梦想不过是去游乐园玩耍。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14年, 七岁的全红缠被一位名叫陈华明的教练相中。 就这样,她踏上了与普通孩子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2017年,全红缠的母亲意外遭遇车祸, 使得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从那时起,给母亲治病成了全红缠努力的动力。 在露天体育馆里,全红缠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艰苦的训练。 倒立行走,负重练习,跳高, 每一项都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8年,全红缠如愿进入省队。 2020年,她在全国跳水大赛上一名惊人, 以437.75分的优异成绩强势登顶, 成功挤入国家队, 并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 14岁的全红缠经验世界。 她以完美的表现力压群芳, 成为了当之无愿的巨星。 从那时起,只要全红缠上台, 几乎都能稳拿金牌。 然而,全红缠成名的喜悦背后, 却隐藏着让人担心的一面。 全红缠的家乡, 一夜之间成了网红打卡地。 原本平静的小村庄被蜂拥而至的游客打破了平静。 有游客将全红缠家门口的树称为福树, 美其名曰要来沾沾冠军的福气。 更有甚者,一些商贩嗅到商机, 在全家门口摆起了小吃摊, 俨然成了一条美食街。 这样的喧嚣, 早已影响到全家人的日常生活。 不仅如此, 全红缠的家里突然多出了许多亲戚。 全红缠的妈妈曾感慨, 嫁过来二十多年, 现在才发现家里有这么多的亲戚。 这些人在全红缠工程名就后纷纷现身, 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然而, 在全家最困难的时候, 这些所谓的亲戚又在哪里呢? 成名带来的困扰还不止于此。 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 体重的细微变化都可能影响比赛成绩。 然而, 17岁的全红缠正处在身体发育期, 体重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时筋。 这让他每天都在自我怀疑中度过, 担心自己无法保持最佳状态。 面对这些困扰, 全红缠和他的家人展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品格。 全红缠的父亲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二十万元的慰问金, 他不愿意消费女儿的名气。 全红缠的哥哥虽然在某平台直播, 却从未提及妹妹的名字, 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在卖货。 这样的品格, 无疑是全红缠能够在困境中坚持的重要支撑。 全红缠的故事折射出了我们这各时代的一些问题。 明星效应固然可以带动地方经济, 提升知名度, 但如果过度消费, 反而会给当事人带来困扰。 我们应该思考, 如何在追星和尊重他人隐私之间找到平衡。 对于未成年运动员, 我们又该如何给予更多的关爱与保护。 回到机场那一幕,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疲惫的奥运冠军, 更是一个渴望普通生活的17岁女孩。 她的黑脸或许是对过度关注的一种无声抗议。 我们应该反思, 是否给了这个年轻的奥运冠军太多压力。 全红禅的母亲身体一直不好, 需要静养。 然而, 络绎不绝的游客和媒体的关注 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 远在北京的全红禅, 更是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虽然大家都是抱着祝福的心态, 但还是要懂得适可而止, 给予这个家庭应有的尊重和安宁。 这种现象不禁让人想起 其他一些名人的遭遇。 比如黄博, 他曾说过, 当你成功时, 身边都是好人,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脸。 再如大一哥, 成名前无人问津, 成名后却24小时生活在聚光灯下, 甚至有人在他家门口架设摄摄像机。 这些例子都在提醒我们, 名利双收的背后, 往往伴随着沉重的代价。 让我们期待, 在不久的将来, 17岁的全红禅 能够重拾往日的纯真笑容。 让我们也反思, 如何在欣赏体育明星的同时, 给予他们应有的私人空间。 毕竟, 每个人都有追求平凡生活的权利, 哪怕你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奥运冠军。 作为公众, 我们应该学会用理性和尊重的态度 对待每一位体育健儿。 他们为国争光的同时, 也应该得到我们的理解和保护。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全红禅这样的年轻运动员 创造一个更加友善, 更加理解的社会环境。 只有这样, 我们的体育事业才能真正健康发展, 我们的运动员才能无后顾之忧地 为国争光。